位於彰化縣的香甜國小 實施稻作課程 學校對面的香甜生態田 讓學生體會種植的樂趣 那其實裡面你們有蠻多的 就是那個不受手指蛋 好 那準備下來一個人 欸 你的手褲好笑喔 有褲啦 要去啦 校長周金睦認為 學校發展出特色 還需永續經營 永續發展 才能夠將學校的文化傳承下去 不要因為校長的替換 而把學校的文化破壞了 所以我接手的校長的 到此的東西我直接走 但是我甚至把一些 比較特殊的東西 再把它拉進來 然後跟老師們去做觀念的溝通 重點是在老師 嗯 老師接受 我不相信你校長 就算新任校長接手的話 他會有他想要推的 但是就是傳統的東西 而校園的另一邊 則是學生們的菜園 雖然因為堅持不用農藥 導致有時雜草 甚至比種植的蔬果還要多 但是校長認為這就是生態 小朋友們可以從中學習到 什麼是真正的大自然 老師我們大概十月份的時候 再整地一下之後有沒有 大概十月份嘛 這冬季也有關於的 冬季蔬菜 第二季的蔬菜粽子 然後冬季的話 過年的時候就可以吃那個火鍋大餐 這邊的菜園是學生在整理嗎 學校裡還有兩隻名叫 喜羊羊與灰太郎的羊 他們可愛的名字 可是學生們自己票選而來的喔 透過那個 自有選舉 我們用那個就是模擬那個 再選票的那個過程 除此之外 還有一隻名叫皮子的狗 以及可愛的鵝和鴨子 孩子們用種植的蔬果 餵養這些鴨子 而鴨子所生的蛋 就成為學生們的午餐囉 本身也是香甜國小校遊的 總務主任蔡秋雄認為 他們教給孩子的 不只是書本上的知識 也包括了生活裡的種種智慧 分數分數是代表一切 好可悲喔 教人 我們在教人在教品的 是all in one的 是智慧 不是只有知識 不是只有分數 現在是這樣 我們是在教人 所以就是人本 你人本 然後愛 我覺得孩子愛永遠都不會嫌過 可是這樣這就讓你親切愛 就是這樣 因為你是真心的還是感受得到 好嗎 謝謝你 好嗎 好嗎 我好嗎 謝謝你 好嗎 謝謝你 謝謝你 好嗎